10月7日晚上,美国副总统彭斯和民主党参议员贺锦丽进行了一场一个多小时的辩论。 在彭斯的白色头发上,一只黑色的苍蝇停在彭斯身上超过两分钟。 彭斯摇着头与贺锦丽就种族和形式司法问题展开辩论,热门标签FLY 2024出现在推特上。 弗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主任拉里·萨巴托在推特上写道, 三名辩手现在站在了台上,贺锦丽、彭斯以及一只欠在副总统脑袋上的政治苍蝇。